玻璃窗上貼滿眾多明星顧客簽名 店內燈火明亮照常營業 開業十一年的吃到飽餐廳 看似一切正常 但其實精力風霜 會在西門町商圈 這一間燒肉國務業者 二零一八年時砸了三點二五億元 買下這間成租的店面 當時創下西門商圈的最高價 但如今卻淪為法拍 流標收場 曾經的西門町店王命運多喘 前後經歷兩次活摘 後來又受到疫情衝擊營運 如今在因為業者欠銀行債 店面流入法拍市場 一拍底價三點五六億元 比起當年入手價還要高 最終罰人問津 二拍的確是如果有需要自用的人 還是有可能會出手的 就算流標也不少業者磨刀霍霍 因為西門商圈依然穩坐 臺北市金店面寶座 看看今年電租單價前十名 西門町就搶下前三 最高價是武昌街的手工泰式奶茶店 第二名是兒媒街探考店 再來則是福士店 其他則有大安區兩筆 信義中正各一筆 顯示西區行情已經完勝東區 其實在東區現在的租金價格行情的話 單坪可能還是要來到萬元左右 那如果我們今天去看 這個西區的行情來說 其實他不乏大概都低於 這個單坪萬元 而且就算他今天有占上萬元的 單坪價格 其實看起來也大致上是屬於 比較小型的店面 比較小型的業種 比方說手搖飲藥店 這些就會是一個 現在有點像是房東救新的狀況 西門商圈隨著消費人潮回流 專家表示選在此時進駐 反而可能租在相對低點 成為不少業者展店的最佳時機 三星的女民風 李萌珊 台北報導